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感知层 信息层跟聚焦顺序 所谓感知层是对于色彩 纯色彩方面的这种感知 信息就是我们在设计过程中 要处理的大量的信息问题 而最后就是把这两者混合到一起去 我们要感知信息与色彩之后产生的聚焦顺序 我们拿这张海报来做一下探讨 我们看到在这张海报上 实际上它有两层信息 第一层信息就是图像信息 是吧 带有一点点幽默感的图像 是吧 一个人被埋在图中 然后眼睛非常久永有神地看着镜头 然后另一类信息呢 就是文字信息 文字信息 那么文字信息的就是 你到底是个什么电影 你什么时候上映 你的导演是谁 你的主要演员是谁 主要就是两层信息 其实很多设计都是这样子 你有图片资料 文字资料 也就这样了 是吧 所有的事情都是要这样子 就是这些 也就这些东西要去做处理 然后设计的过程 就是把这些东西安排好了 也就是让大家有顺序地去阅读 我们来看看颜色方面 有哪些颜色的状 有哪些颜色 它是以一个怎么样的递进关系 现在从色彩层上讲 我们知道啊 就是这个浅色是最往前走的 然后深色是往后去的 暖色是往前走的 冷色是往后去的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在这里面呢 文字的颜色 也就是它是白色嘛 白色是在最前面的 然后是这个淡一点的这个 怎么说 脸部的淡一点的这个 就是肉色 然后是蔬菜最浅的部分 蔬菜最浅的部分 然后是文字层 它文字层有一些橙色 有一次橙色 然后就是白菜最深处那些深绿色 最后就是土地的颜色 我们只是从颜色角度来说 那么它的这种感知层次 是这样一种状态 而聚焦层是怎么样的 把这个信息层与感知层 就是色彩的这种感知层 混合到一起 形成了一个聚焦效果 也就是说聚焦顺序 我们会发现脸部 我们会最先聚焦 尽管它的颜色是要比白色暗的 但是由于从信息角度上 它的强烈程度很高 所以它被抬到了最前面 先聚焦在脸部上 然后才是文字上 文字上就是什么电影 之后呢是比较亮一点颜色的 这个白菜 然后是比较亮一点的土地 之后呢比较深一点的土地 到最后呢 在土地上我们把这个文字 全部都看过来 这是整个聚焦的状况 如果这几个层次搞乱了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出现问题的作品 这是一个企业网站 你能接受它吗 或者你在阅读信息的时候 会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呢 其实它的问题还是挺多的是吧 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结构 到底是色彩层次之间 信息层次之间 出现了哪些错乱的问题 实际上它的背景啊 是一个它的标志的V 是吧 这种导过来的这个V 是吧 这是它的背景图 背景图是一个自己的标志 问题也不是太大 但是问题是你会发现 它前面的信息图啊 信息啊 全部是以小格子的方式 整个叠加到了这个背景上 叠加上去就叠加上去呗 但是它却做了镂空效果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现在所有的这些小格子上的信息 有的时候是整个的一张图片就把这个小格子填满了 有的时候呢 不是没有信息了 而是说它根本就没有底色 把这个信息就愣生生地打到上面了 而这个信息打到上面之后 就透过了这一层达到了底层 两个层次 就信息层次 跟底下的这个图像层次 整个混合在一起 完全没有 就是完全是随机的 完全是一种随机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感觉真的很不舒服啊 因为产生了阅读困惑了 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 对它的品牌的描述啊 品牌感啊 或者是在它的这种信息传播啊 阅读啊等等 各方面都造成了很不好 就是很不舒服的感受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呢 其实它应该更多地考虑 我们这个真正的阅读习惯 不应该只是想到一个创意 就去这样子去做了 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淘宝海报 很多淘宝海报就是一张图 上面有一个模特 或者有一件衣服 或者是有一个鞋子 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它的商品 旁边要打到一个促销的信息 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我们看上面的这张图 它的问题在哪呢 它有一个女性的模特 但是呢它这张女性的模特 在这个场景之中 颜色其实本身就存在对比关系 远处的暖色的这个墙面 跟近处的这个蓝色的衣服 以及蓝色的左侧的这个蓝色的窗口 达到了一种这种对比 而这种对比发现 你的聚焦点根本不知道停留在哪里好 停留在蓝色的窗口上嘛 但是这也没有什么信息啊 停留在这个女性的这个造型上呢 可是由于它的这种对比又不强烈 它这种平衡感又不好 所以我们根本停留不住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停留在信息上 就更做不到了 因为周围的信息太复杂了 我们不断地在受到旁边的干扰 就好像你看一个什么东西 你本来想直视它 突然你发现旁边啊啊的 就是有很多的噪音一样 你想周围是有什么东西 这边有什么东西 有点这种感觉是吧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 很好的定神地去看这个信息 其实这里面就出现这个问题 你图片信息跟你的文字信息 反正是可以分层的 你来一个白色的里色不就完了吗 当然它选的这张背景图 本身也存在问题 完全可以选一个更加有效聚焦的图 你比如看左边底下的这张图呢 右边底下的这张图呢 虽然它底下的这张照片 照片图片呢 也是有一些散的聚焦点 比如说这个吉他 或者是吉他旁边的小海报等等 但是我前景做的这个文字信息 上面的这个底色 可以跟底图进行一个强烈的抗衡关系 因为底图的这个模特身上的 深着的是黑色 是吧 深着的黑色 同时呢 它的这个做的沙发也颜色很深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是五彩色跟油彩色 纯度也比较高嘛 这个油彩色 做了一个对抗关系 也就是产生了一种平衡 所以这种平衡就使这个画面很稳定 我的视线不会随便地游走 不会乱七八糟地跳跃 或者别旁边的信息 不会那么强烈地干扰到我 这就感觉会好很多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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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